台中县政府圆明处希望可以建立观摩学习的交流平台机会 希望透过情境式的设计表演 来提高对于各部落对于母语发展的认知以及观感 12月10号举办了原住民族语戏剧竞赛 县长黄建廷请此出席也给予大家鼓励 以拉拉以拉拉以巴巴西亚 尚长讲师福利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城市人马上要跟我讲 现场哪边又讲错了 我尽力了 刚刚是鲁凯主辰 我现在讲了这个布农主辰 不要再说一下这两话 差不多到家应该这两话 很高興今天各位能夠來參加我們原曲民主的這個戲劇戲曲的這個競賽 那麼一切清晨剛剛講的沒有錯 我們參加了這麼多次喔 第一次我們進到台東那個議員中心這個演藝廳這個電影 表示我們對這個活動的重視 也表示我們的水準要越來越提升到將來 我希望在這個比賽程中講的 在這個比賽程中講的將來我們特別按 請大家回到這裡的表演 台東所有的鄉民看好不好 傳統的服飾搭配說學族語 並且還有組合戲劇到團體組的盛大演出 也讓大家更可以感受到原著民族文化的特色以及認知 東台宣布發鈴的採訪報導